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衣椒松 注意观察 差不多圆个小时 观察它一次 如果让这个鱼军在生存到一亿多年里这条鱼 至少在嘴的人说都不能把它作绝 它这个物种它是上亿年的历史 是能够让我们值得敬畏的一个物种 我们能短短几十年把它搞没了 这个肯定是很心痛的 必须要想办法 The Chinese sturgeon, born in the Yangtze River were previously an indicator of the good health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system There used to be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se fish called Yangtze River Fish King But in recent decades, the construction of dams on the Yangtze River inhibite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sturgeon Protecting and saving this endangered living fossil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wildlife resources and keeping the ecological balance After all, it's regard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 China 然后由这个几千公里的这个距离 然后又来到我们宜宾残卵 后来因为大坝修建了以后嘛 它在那个以仓下面残卵嘛 最近六年以仓下面中华群没有残卵 最近两年中华群监测的野外数量不到15亿 然后人工养殖的群体大概3000多位 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 如果再过14年不残,20年不残 它可能就会宣布野外绝境 算起过9。 以大牧群的算法 小牧群的猟人 新线派人 还有很多种学生 从2005年到现在 我叫美新花 我叫美新花 我叫七十一岁 我叫七十一岁 我叫一十一岁 全是大雨 完全没有水 咪 Xinhua's fish ponds are 10km from the Three Gorges dam in Hubei province near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全是大雨 这两个雨全都是 2005年 2005年底應該是現在還有90多條 現在110多條就是那個玲瓏兩種 所以我們就是從雲廟開始 從廟開始 一直配搬到現在 那條魚跟著我長大 它有感情 就是我跟它是父子親 福利親 中華泉對水質地要是特別高 特別有氧這一塊 在小魚之裡用那個 蟲蟲頭子供氧以外 還有這個月氧 月氧是最好的 還有一個水紋 一般情況下 就是22度到25度 兩個小時也看的是看這些東西 這是我父親是1992年 中國宇賓的藝賓水生動物研究所 當時的宗旨是保護和開發 長江上流的珍稀魚類 为民营力量 民间力量 参与国家这种争取云内保护 探索一条路子 中华群我们是1992年 从长江中下游引进了50位 中华群我们从1992年 一直养到2004年 12年 在4月中一条路子上温暖探索 当时温暖探索参与海野保护 通过精心的培育 然后通过环境条件的水温各方面的环境条件的改变 2014年紫一代全国第一次产产 就这边这口池 这边这口 全国第一条紫一代的中华群产产 对了这个时候是干的 但是我们也没想到它会产 就是看它肚子蛮大 去年产过了看它肚子怎么样 看今年有没有希望 这个是有希望有可能会产 Over time, Zhou Lang and his father managed to successfully raise Chinese sturgeons in the fish ponds with a survival rate of 90%. 在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一个是技术上面 实际上还是要继续在人工繁殖上面 还要形成稳定的大规模量的生产 然后呢就是大量放清本 因为现在哪一家单位 它放流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放流的这个数量把它拿上去 达到百万量级 甚至千万量级 我相信中华型可能还是有恢复的一天 有时候脑袋就想放松 就在江边有时候走一走 散散步这些 就是当时就想到一句话 水再轻 如果没有鱼 那就是一潭死水 鱼再多 如果只有食用的四大甲鱼 没有那些稀奇古怪千之百态的 长江的那些精灵 这些丰富的多样性 长江就没有色彩 没有灵魂